柬埔寨 柬埔寨 一個人與動物存在著奇妙關係的國家 任何動物都可能被當成神明膜拜 也可能被當成美食給剋掉 不過這一次第一等小組竟然打聽到 這裡出現了一處長的數百萬條蛇的大蛇窟 咱們就先去問問導遊 看看是否真有其事 被開停定 小林哥 我這次來到柬埔寨 我想要找一個百萬大蛇窟 你有沒有聽過有上百萬的蛇 聚集的地方的蛇窟 是有聽說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 你可以想像說這個吳哥窟就佔地平方一公里嗎 對不對 百萬條蛇你覺得他大概會有多大 會不會比這個後面的吳哥窟還要來得大 應該大很多 據說這個蛇窟不只大 周遭還住了不少的居民 難道他們不怕被蛇群攻擊嗎 還是柬埔寨人對於蛇 就如同印度人對牛漾 把蛇當成了神明 就算蛇群會危害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對他們不敬 但是人和毒蛇猛獸 真的能夠相安無事的一起生活嗎 我們的導遊小林卻說 這種例子 在柬埔寨可是屢見無形 小林哥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巷子已經快走到底了 你要帶我去哪裡 去開一個孤兒院 孤兒院啊 今天是要來探視孤兒就對了 是是 那這個孤兒院是大監的還是小監的 小監的 才有四十幾個小朋友而已 四十幾個喔 那算蠻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 真的嗎 他身材非常的大 他才六歲比你還要大 六歲就比我還要大 對 大 對 他現在不能走路只能用爬的 鄰居看到都很害怕他 位於首都金邊市的這間孤兒院 最近成為柬埔寨各大媒體的焦點 沒別的原因 就是為了爭相目睹 導遊口中這個特別的孤兒 不過據說看到他的人 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落花門逃 這就有這麼可怕嗎 哇 爬出來爬出來 好可怕喔 我的媽呀 哇塞 你騙人 哇塞 你有沒有看到各位觀眾 那真的比我還要大耶 你是說那個孤兒喔 對 是一個孤兒 你把他當孤兒喔 他主人收養了 也對 對 他沒有爸媽也算是個孤兒 這是蜥蜴來的 大豆你幫我個忙好不好 你先趴下去看看 你趴下去看看 他的身體跟你比起來 你看到沒有 各位觀眾 他的尾巴超過他這麼多耶 長滿尖刺的尾巴 銳利的爪子 比大人還高大的身軀 這根本就是一隻小恐龍 連動物頻道裡 都不容易看到的大蜥蜴 卻活生生在我們眼前逛打街 而且 這裡還是個住宅區 難道 他們不怕附近的小朋友 被打蜥蜴 一頭吞掉嗎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在你們的孤兒院 那邊 那但是 跑出來的時候 應該不是這麼大吧 跑出來如果那麼大的話 我相信他也不敢收吧 大概三個手指頭 大概那麼長 三個手指頭 寬 這麼長而已 養了多久養到那麼大 2004年來就來了 2004年 才五年的時間 五年時間長這麼大 他真的很快散步 好可怕 好一粒一粒的 好可怕 好可怕 那個鐵物 好可怕 他沒有毒啊 好啦 不用愛心來 愛心來對待你 好 他叫狗狗 他叫狗狗 真的喔 那晚上你都把他關在哪裡 他跟小朋友一起睡 跟小朋友一起睡 對 其實看看附近的鄰居 似乎都只敢遠遠的望著他 感覺對大蜥蜴還存有戒心 而孤兒院裡 又有好幾十個未滿十歲的小朋友 如果說蜥蜴獸性大發 那麼後果 豈不是不堪瘦小孩 這樣子好奇怪喔 不過我也要喔 我想說也要這種玩具 他是天然的 活生生的 他可以載兩個小孩子 他爬得動嗎 可以 他爬得動嗎 爬得動啊 他有沒有去問 這是什麼蜥蜴啊 他在刮廊裡 他沒有去查過他身子 因為他來接就算去消養他 在柬埔寨其他地方有嗎 沒有 沒有看到那麼大 看來小馬我是想太多了 因為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似乎早就把大蜥蜴當成了家人 而大蜥蜴呢 則像是每個人的好玩伴 不管怎麼騎怎麼抱 他都不反抗 任憑處置 簡直比小狗小貓還要乖 如此通人性的大蜥蜴 也難怪會成為媒體的焦點 而更因此呢 幫助了孤兒院帶來不少的善款 所以好好奠償他一番 是一定要的啦 這隻狗狗現在要進食了 而且他喜歡吃的東西是魚 而且我剛剛看他嘴巴封開的時候 他的牙齒好像很小一個人 他基本上是用噴的 他一定要吃多少魚 那天子吃一次 那吃一次 像這樣子嗎 吃一隻魚 但是啊 他是魚 他是最多半公斤的魚 和院童以及大蜥蜴相處半天下來 小馬我終於相信 人和猛獸真的可以生活在一起 不過我們所要尋找 藏匿數百萬條蛇的大蛇窟 卻還是沒有消息 唯一的線索 就只有市場上看到的賣蛇攤判 聽院長說 市場的蛇大多來自洞里薩湖 或許這個超級大蛇窟 就在那裡 哇塞 你看到沒有 光光會帶動一個國家的經濟 你看到嗎 柬埔寨它進步啦 因為五年前的柬埔寨還要進步啦 為什麼 因為我所在的地方是洞里薩湖 以前洞里薩湖一進去的時候 到處都是討錢的小朋友啦 什麼的 前面可能還有一段 但你光光看這邊呢 所有遊客的船隻 是從這個碼頭這樣下去的 代表說他們的觀光 有帶動他們的經濟 不過這次來到這邊呢 是因為那個蛇啊 我們打聽到 在市場上面的蛇呢 幾乎都會從洞里薩湖裡面出現 這應該是水蛇吧 我也在想 喔 是不是 出發之前是不是有點餓了 這邊你會攀位 嗯 前面 有味道 欸 蛤 怎麼又是黑子 對 欸 欸 就那一攤 就那一攤 你可以看到 還蠻多人在吃的耶 還有人坐在這邊吃 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這邊看不到他們 我好像 哈囉 哈囉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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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蛇 烤成這個樣子 很支持他們 哇哩 原來眼前一圈圈的怪東東 不是鰻魚 而是獲真價實的蛇肉 而且還是生意最好的一攤 好 來吃烤蛇肉 烤白蛇肉 老闆娘 生意很好耶 哪一個 這個 我感覺要過 arb 這個 來 妳要這個 我 妳講 這位 這個OK 這個 切切 好吃啊 阿姨 不過 這一攤你看 有這種對不對 這個 很奇怪 黑色的耶 老闆娘 這是什麼 菠包 菠包 它是說要把蛇清理到那些 內臟 骨頭 然後再塞一些那個 煎到那些香腦 然後那個香料 香料 對 香料塞到裡面 就是 爪的灌蔥 切切 你看這裡面 感覺起來塞了很多很多的香料 吃吃看 你那麵筆菠 它不會太過分 你那麵筆菠 它不會太過分 你那麵筆菠 妳那麵筆菠 有時候我覺得 東南有一些國家 雖然說他們的 經濟沒有我們那麽好 環境沒有那麽好 可是吃 他們可是有會搞耶 他們會塞一些 肉有沒有的香料在裡面 因為真的蠻好吃的耶 很香耶 根據小馬我的觀察 當地人似乎很愛吃蛇 而且還把烤蛇肉 當成了下酒菜 這些看起來 沒什麽肉的水蛇 真的有這麽好吃嗎 欸你常來這裡吃嗎 我在跟沙漠一樣 常常來 這個你覺得好不好吃 請來 很好吃 很好吃啊 兩千塊減幣一盤 對你來講會不會覺得很貴 好來 來來我請你吃一點 我等我一樣的 我會拿一塊 我等我等我 你整塊吃下去啊 它不吐骨頭的喔 全部吃比較好吃 它軟的地方 好 我吃吃看這個 小心在骨頭 肉 硬硬的 加了他們的醬之後呢 因為他們剛剛有加檸檬嘛 所以呢 酸酸的 肉質呢 還有絞勁 我覺得呢 你如果什麼都不要想的話 你把它拿起來對不對 用沾著吃的話啊 外型起來 咬起來那個感覺呢 有點像是烤焦的雞脖子 有沒有 我們常常去鹽酥雞 泰馬買那個雞脖子烤啊 就是這樣子的味道 很像 真的很像 你問他一天可以賣出多少蛇啊 我跟他一耳朵 我跟他一耳朵 最多可以賣到十公斤左右 OK 沙塵暴來了 要走了 等一下 你看 每次喔 到了下午的時候呢 本來本來天氣很好的 溫度非常高 大概差不多到三十八度 到四十度左右 突然間就會這樣子 等一下 馬上在十分鐘之內 一定會下暴風雨 但是它暴風雨的時間是十五分鐘 然後就沒了 雲層越壓越低了 OK 但是呢 在這邊這個洞里薩湖的入口處呢 我找到這一攤蛇肉 我有信心 這一次到洞里薩湖 一定可以順利找到 我們要找的捕蛇人 帶我們去抓這個水蛇 烤得香噴噴的蛇肉 不管是大人小孩 都吃得津津有味 就連外地人也知道 要吃道地的烤蛇肉 來到洞里薩湖准沒錯 如此看來 我們所要找的超級大成果 一定和這個洞里薩湖息息相關 好 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看來這個洞里薩湖呢 到底有什麼樣不同的漁獲 這什麼魚 這個 這是鰻魚的一種嗎 這是魚 好吃嗎 有蛋很好吃 這是拿來烤來吃還是怎麼吃 煎的 煎的 這個魚 看起來也怪 欸 這裡還有河豚耶 什麼 那是不是河豚 是 河豚齁 那這是什麼魚 生魚 什麼 生魚 生魚啊 就叫生魚 這樣 這個魚貴不貴 蠻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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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我是來找水蛇 你問他他有沒有知道有沒有人在賣水蛇 水蛇 那一帶就是水蛇喔 那一帶就是水蛇喔 我們剛剛來嗎 快送到這裡 走 真的是蛇 你看看 廣哥你看 我拉出來這真的是蛇 這真的是蛇 我的天啊 我拉到原來是頭耶 這水蛇長得亂怪的 你看 頭這樣小小一個頭 然後身體好胖喔 水蛇 可見 這個百萬蛇窟 我所謂的不是錢喔 是上百萬隻 可能是上千萬隻的蛇窟 就在洞裡上 應該可以找得到 離我們的線索越來越近 雖然不知道突如其來的沙塵暴 是不是暗示著我們這次的任務困難重重 不過小馬我早就從大姐的口中打聽到 他們的貨員全都來自一位 號稱柬埔寨蛇王的Lap 他就住在洞裡薩湖對岸的另一處水上人家 要說這位Lap捉蛇的數量 在柬埔寨絕對是數一數二 想找蛇窟問他 準沒錯 很大吧 真的叫湖很大 你看這一望無際全部都洞裡薩湖 小林 我們剛剛離開了這個洞裡薩湖 前面算是比較觀光區的水上人家 那現在你要帶我去哪裡 它也是算洞裡薩湖範圍的一個村 一個村啊 對 那比較少人觀光吧 那邊基本上沒什麼觀光吧 那品種多嗎 有很多種嗎 它品種很多 這種蛇呢它是 隨便都可以 某種種類型都可以交配 辛亂交 對 對 有時候可能它交配到的是毒蛇的話呢 它就會帶點毒性 但是也蠻強的 就是說 混血蛇 對 混血蛇 如果真的被男的蛇咬到它跑掉 我至少要講出來那個蛇長什麼樣子啊 我如果要去找血清的話 那個蛇三角頭的長什麼花紋 你講不出來我們就糗了 這種蛇它很多花紋 但是呢 它們 對 它有很多種花紋 但是呢 我們當地人也分不出 但是有毒蛇 好 也分不出啊 經過約末一個半小時的傳承 我們來到另一處 新水上人家 說它新 其實是因為這裡沒有什麼觀光客會來 也因為沒有觀光客 這裡比小馬之前造訪的水上人家 有著更自然純樸的美感 但是沒有地址 沒有電話 蛇王lab 該從哪裡找起呢 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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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對了耶 講完半天沒有人理我 那我們怎麼找他 可能他住在村民家那邊 村民家那邊 然後去問他一下 你也不知道他住哪一戶 不知道 因為他們這邊經常搬家 講橋的時候就搬進來 像那種船啊 他們自家都有船 然後就把拖進來 拖走 原來是這樣 好吧 湖面浪太大 要在水上人家找人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沒有地址 常搬家 那就算了 要問人 還得先把船給趴好 才不會影響左右鄰居的交通 真的是很麻煩 我們先來這家來問問看 這個捕食人Lib 他到底是住在哪一戶 哇塞 欸 這是洞里薩湖 另外一邊的微風廣場嘛 喔齁 裡面很多衣服耶 喔齁 這個店裡面的衣服啊 是二手的還是新的呢 喔 他說這邊上面過的都是新的 只有二手的是這一戶 上面過的都是新的喔 哇塞 我拿一套過來 你們會覺得很訝異 就洞 這個水上人家居然有人穿這個啦 來 你看一下 這個有人買嗎 這是一般人家買來 然後參加婚禮 喔 禮服 但是另外一套 我就不相信這邊有人 平常也在穿這種 有沒有 以前少女隊的打歌服 這誰買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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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說 人家也會買 就是我們節目在新年啊 節日等等 穿新衣戴新帽 對不對 而且你看有香水鑽 有拉鍊 有皮帶 這樣子 感覺很漂亮 OK 其實呢賣衣服呢 不是我們這次要的重點 最主要是請問一下 Lib 有來買這件衣服給他女朋友嗎 是刮Lib Lib 很少人 刮 他問那個 Lib做什麼 Lib San 喔 哪哪哪 他說 那個 Lib的話呢 他比較不熟 但是他比較認識他的兒子 叫San San San 沒想到連續問了幾部人家的結果 竟然還是找不到正確的位置 怎麼會這樣 啊 我看算了算了 咱們還是先到水上休息站 喔 休息一下 不過說也奇怪 隔壁船長的小朋友 怎麼飛了一隻很面熟的動物 欸 那不是一隻活生生的大綁蛇嗎 這個綁蛇是在哪裡抓的 他自己去抓的 他自己去 他突然去抓的喔 對 他看到那個森林裡面 森林裡面 他在那個 有一點沼澤區那 沼澤區 也是在水上面是不是 最後綁蛇不會咬人 不會 欸你知道嗎 我是因為主持這個節目啊 所以膽子變得比較大 對不對 一些猛獸啊 一些珍奇異獸 我碰過很多 不過你想想看 如果小時候你家旁邊 突然間出現鬼這麼大的蛇 我跟妳說啦 好不好 百公尺 八秒八 咻 還被警察開單 超速 為什麼要嚇死你了 這個蛇比小孩子還要大耶 整個你看 按 拉육 你看看 這蛇比他高多了 好不好 連小孩子都不怕 對不對 我覺得呢 他們可能生活在這裡習慣了 所以看這種東西呢 好像我們平常在看著什麼 蚊子啊 蟑螂、牢蟲之類的 就沒有特別怕 不過 那邊有個小嬰兒 嬰兒應該會把 他在戌我 額 啊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他在覺悟我 這隻蟒蛇他不爽了 他剛剛不是 沒想到只是休息一下 都會遇到小朋友 背著比自己還高大的蟒蛇 讓遊客拍照賺取消費 而這條蟒蛇 竟然也是在這裡捕獲 動力灑狐的蛇類生態 也太豐富了吧 這下可把小貓我給搞糊塗了 到底我們所尋找的大蛇窟 是水蛇窟還是蟒蛇窟 還是什麼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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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這家 是是是 他們家前面這裡 你看到沒有 底下是那種小木頭在弄的 先小心一點點 我先趕快進來 好 你好 這就是那個抓蛇人嗎 對對對 那他們平常的時候 都去哪裡補這個蛇的 他就在家裡 就在家裡補蟒蛇 他說通常呢 要去那邊那個沼澤林裡面去抓 沼澤林裡面去抓 對 去抓 那我剛在前面有遇到那個小孩子 他說那個大蟒蛇啊 動力灑狐很多啊 他也抓大蟒蛇嗎 他也抓大蟒蛇嗎 他也抓大蟒蛇 因為蟒蛇比較淡 一般看到他有的時候 比較慢 就比較快去抓 也是很大隻 大概二三十公斤的話 就要這些工具 就要這些工具了 蟒蛇會不會咬人 蓋在那邊 對 蓋在那邊 那個蟒蛇會咬 但是沒有毒 不會死 只會痛 第一等小組說明來意之後 蛇王大方的表示 因為水蛇屬於夜行性的動物 所以昨晚 他們早就設下了捕蛇王 現在正好要去收王 如果我們有興趣 他很樂意帶我們去他的秘密捕蛇基地 誒 說不定蛇王口中的秘密基地 就是我們所要找的 超級大蛇鋪 哇塞 吐愛卡丞 還好就嘟進去而已 還有還有 小心一點 這裡呢 好不好 還是要小心 因為有一些有刺的植物 刺到身上的時候 可能會很痛 還會有毒 大概要開多久裡面才會有蛇 那你一天大概可以捕多少蛇 三十五百塊的 二三十公斤 喔 蠻多的耶 二三十公斤耶 很多耶 大家有沒有被蛇咬過 哪裡 哪裡 他被眼鏡蛇咬過一次 咬 眼睛 眼鏡蛇咬他的眼睛 我看一下 不行 這裡有疤耶 這裡來來來 你這樣 這裡有疤有沒有 腳也被咬 這個沼澤區裡的隧道也未免太小 太複雜了吧 若不是有蛇王帶路 恐怕真的會在裡面迷路喔 只是說也奇怪 感覺大船還能夠繼續前進 蛇王卻突然喊停 難道巴澤你怎麼做過嘛 山將開過來以後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進去了 是不是 很難的 很難的 好 他說先坐小船過去 小船啊 他前面有放一個陷阱 桌移的陷阱 前面就有了 那大哥 你放那個陷阱可以抓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一座再怎麼來一趟摸 大家說應該抓到大象魚 大象魚啊 哇賽 大象魚耶 我的天啊這裡抓到大象魚好恐怖喔 大象魚它到底是什麼魚 是看起來像大象摸起來像大象 還是跟大象一樣的 看蛇王這麼盛重的騎士 特別先來查看這個陷阱 想必大象魚在柬埔寨一定也是彌族珍貴 這裡 這裡 有個寶特瓶浮在水面上面 它底下放了一個那個竹籠子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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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魚喔 這什麼魚 我們回去 趕快 拿到大船去 好大的魚喔 好大 而且你看看那個魚在那邊這樣 張嘴這樣 這什麼魚 筍殼魚 對嘛 我就說這個魚好像在桌上吃過它 這在柬埔寨當地呢 非常非常厲害的筍殼魚 算是牠們的國寶魚喔 我們把這尾筍殼魚呢 國寶魚呢 給觀眾朋友看看 放他地道 這尾雙不太大 很大 為什麼叫大象魚 他說牠在講像 比較像那個大象 哪裡 有很慢 它動作很慢 動作慢 對 然後更大隻 動作慢又大隻 很懶就對了 對 很懶 這個筍殼魚真的滿妙的 而且牠皮摸起來 摸起來滿粗的耶 牠這個皮摸起來 然後真的都是膀 你看看 有沒有像我們這樣拍肚子有沒有 真的牠都是肉啊 牠都是肉啊 難怪這筍殼魚這麼好吃 通常你們來這個 補到筍殼魚的機會大不大 對 對 這個線 九九抓到一隻 九九抓到一隻 那牠抓到一隻 牠會自己加財 還是說拿去北京賣掉 對 不吃 不吃 為什麼 太貴了 賣魚 可以賣到很高價 你看牠們很節儉耶 補到筍殼魚自己都不吃 這隻筍殼魚也胖得太誇張了吧 火箱子握了一團肥豬肉 這樣一隻可以幫蛇王賺進三四百塊錢台幣 也難怪蛇王會堅持一定要先來收陷阱 不過高興為高興 咱們的任務可還沒有結束 全體工作人員再度換搭小船 準備一探恐怖大蛇窟 這到底平靜的水面下 是不是真的有大量的水蛇出沒 而面對即將拉起的往上 可能就纏著大量的水蛇 蛇王又要如何將水蛇取下 才不會被攻擊呢 開始拉網囉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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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看看 這是什麼蛇 水蛇 它不會毒 水蛇 不會 這有沒有毒 它那個毒啊 外面的 這個沒有 沒有毒 來來來 這是一般牠們就毒這種蛇嘛對不對 對 它這個蛇呢 頭非常的小 可是它身體呢 開始變得粗了 它不會咬人吧 不會咬人確定喔 渣渣你在咬我 會咬 會咬啊 會咬 你一腳被咬怎麼好害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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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頭的之後呢 牠就咬不夠快就比較不好咬 這樣子 我這樣牠就比較不好咬我了 OK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當地的水 來 我們再拉網 看看有沒有 又有 又有 你看到沒有 它放哪裡 它就放底下那邊 放底下那邊好不好 我們先看喔 你看喔 先看喔 第一條 第一條 丟下去 好 第二條 好 第二條 好 第二條 第二條在這邊 第二條 哇 我真的跟牠講的一條有大概七八十公分長 有沒有 七八十公分長 七八十公分長 肚子白白的 然後呢 邊呢有一點紅紅的這樣 但是這邊不是有很多雜種蛇嗎 雜種蛇的樣子就是長得不一樣的 對 紋路就差很多 紋路差很多 這個呢算是比較平均來講呢 它的數量比較多 你看又有 不然喔 難怪我剛出來的時候聽牠講說 牠每天出來的時候可以抓二三十公斤 二三十公斤是很瘦的 代表呢 牠這個蛇 確實在這個湖裡面的蛇非常非常多 好 我們再抓一下 其實我是蠻喜歡的 我蠻怕牠咬我的 小林 牠有怕 不要 我看牠會不會咬妳好不好 我不要 等一下嘛 你也會怕嗎 你試試試看嘛 你很怕 你不要這樣好像我欺負人 那外國人的導遊一樣 我自己也來 但是我給牠咬腳皮 我好害怕喔 其實現在 牠一口這樣 哎呀 不錯 啊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乖嘞 後面居然有一整排 不過 第一個晚上 200公尺長的網牆 就塞滿了水蛇 真的很難想像 這一片沼澤底下 究竟有多少的水蛇在亂船 如果一不小心掉下船 應該馬上會被水蛇包圍吧 幸好這蛇王說 這裡大部分都是無敵的紅紋水蛇 不然小猫我真的很擔心 牠泡在水裡的那隻腳 牠這個蛇如果長大的話 應該蠻恐怖的 牠的頭雖然小小 可是看起來好兇狠 牠看起來很兇狠 但是這個蛇 牠游得快嗎 本身速度 輪 速度在這種沼澤底很快 很快喔 那我如果現在丟下去的話 牠有辦法馬上抓回來嗎 我馬上再拿著 待會兒不能夾牠也會斷的 斷 應該可以 真的喔 還要試一下看 預備 開始 我的放生計畫成功 他已經氣死了 那你抓不到嗎 還是蠻快的啦 水蛇就是水蛇 原本還奄奄一息 一進到水裡馬上化成為 水中腳樓逃逸無蹤 就連蛇旺的快手 也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把牠給抓回來 這個好胖喔 這尾 這個好像 這個很胖耶 這個是不是不太一樣的 真的喔 來來來看一下 這是屬於雜種的呢 還是牠本身有品種的 他說大家可能看到 其他不同品種的雜交在一起 雜交在一起 一般呢 像雜交的話呢 像這麼胖的呢 我們當地叫 椰子蛇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看 牠手上這隻好像 跟我手上這隻不太一樣 這隻 牠說那隻就很貴 如果很大的話呢 可以賣到一公斤 四萬塊錢幣 哇 一公斤四萬耶 兩隻 把牠擺在一起 鞋子 紋路不一樣 牠說 紋路完全不一樣 而且呢 以牠的胖度的話 這隻比較胖 可是這隻的頭那麼小 這隻太大 你看到沒有 很怪吧 這個蛇會不會咬人 這個很兇 很會咬人 那隻很兇 很會咬人 但是呢 牠沒有毒的 那你先幫我拿這隻 你小心點喔 這算三角頭了吧 這個我不知道 不叫三角頭 牠叫什麼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吧 對不對 書上不是講說 蛇三角頭就是有毒 很危險 牠裡面好多好多 細的牙齒喔 這也沒有毒吧 牠說沒有毒 那是咬到牠會 死咬人 那邊會流很多的血 如果牠的牙齒 斷在我們的肉裡面 對 久了會 會用毒 我們這個會快量 真的啊 這個蛇還真是很可怕 牠那個牙齒呢 細細的透明 有沒有看到 牠的牙齒跑出來 那個地方 咬到之後呢 你的燦馬 皮膚會受傷 而且會發炎 而且會那個 潰爛 潰爛掉 說也奇怪 這裡做到的水蛇 塑料種類雖然不多 要說有上百萬條 似乎又怎麼 太誇張了喔 在向蛇王求證之後 我們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根據統計 每年從洞裡 撒湖各地 裶上來的水蛇 竟然高達七百萬隻 可以說是世界上 最大規模的捕蛇活動 也就是說呢 洞裡薩湖本身就是一個 藏匿數百萬條蛇的大蛇湖 原來 我們一直都在這個大蛇湖上面 這隻是最恐怖的一隻 哇呼 哇你看 嘿嘿 生活很大吧 果然這一點有七百多萬隻 我是相信的 這隻我現在比較不怕 這隻也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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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樣收穫還算OK嗎 OK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是不是 你看 我們剛才呢 大概有算過啦 今天呢 出現雜種蛇的話 大概是多了兩三種蛇 你來撈一下吧 你把牠抓起來 我看一下 你看到沒有 哇 你把牠放在頭上的話 你就那Bersas了 你看這麼多蛇 他放在頭上 好恐怖啊 這麼快 為什麼會讓你想起 希臘神話裡的蛇法女妖 就此會把人變成石頭的那一個 不過蛇王建立我們 要看更多水蛇聚集的壯觀場面 有一個地方一定看得到 因為捕撈上來的水蛇 幾乎有一半都會集中到那裡 等著被加工處理 而且呢 主刀的大姐 還有著水蛇殺手的可怕封號 哇塞 好多蛇喔 好恐怖啊 好恐怖 哈囉 嗨 嗨 哇 這麼多蛇耶 真的很誇張耶 你看看這些散落一地的水蛇 少說也有個幾百上千隻 這一群柬埔寨的大姐小貝們 你們也太強了吧 面對成堆的水蛇行動 連小馬我都有點招架不住 你們既然還能夠神色自若的工作 真是佩服佩服 阿姨現在在做的是這個要加工對不對 加工 他這個好像有點像處理鰻魚一樣 因為他這個 這個沾板上面呢有釘子 他把蛇的尾巴呢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一個一個把那個蛇皮給割下來 一天他有沒有算過他一天要弄多少 處理多少的蛇 兩百多公斤 兩百多公斤 很難算 我覺得一公斤至少有個十來條吧 最少吧 兩百多公斤的話 你看兩百多公斤 哇 好幾千條啊 有沒有什麼內臟之類要分開的 膽啊什麼的 這有什麼要分開的 煙蛇 煙蛇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 這樣不行 鹽 海鹽 這是海鹽嗎 海鹽怎麼會紅色的咧 海鹽怎麼會紅色的咧 這樣拉你更加 他說有一些配料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他自己發明的 還是說他上面有 他的媽媽傳給他的 用這些鹽巴的 自己研發的 自己研發的 哇好厲害喔 好現在醬子醃完之後 就要排成這樣子是不是 他把它排成這個形狀 這樣子一捲一捲 這樣子有多少蛇他知道嗎 五萬億分副 一捲這樣四條蛇 四條蛇是不是 OK 他有在算喔 那這個加工完之後呢 是不是賣價會比 比他一般的那個 直接的蛇肉烤起來還要貴一些 有 六個樓上 他說 賣 賣這樣還會烤的一點點 欸 真的啊為什麼 要賣呢 他不用浪費那個炭 跟那個蘸料 我剛剛現在講 一定是這個原物料貴 炭貴 對不對 用這樣的話醃醃醃醃醃 那個肉就熟了 熟了之後 拿去吃吧 反正它裡面已經有一些香料的味道了 真的是很費工夫 一個蛇餅就需要七八道手續 也難怪阿姨的水蛇料理 會如此受歡迎 為了讓遠道而來的我們 吃到最有特色的水蛇料理 阿姨也決定使出他的拿手絕活 炭烤蛇餅和石井蛇內臟 讓我們大快多飲一番 好香喔 你看到沒有 經過加工之後的這個蛇肉呢 果然是不一樣 感覺上呢 視覺起來我就不會太害怕了 阿姨 這就是你剛剛在那邊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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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為什麼呢 只要有船一經過的時候 他浪一過來啊 這個房子呢 就有水潑進來了 所以他們的環境真的 條件環境非常差 但是媽媽呢 一個人很辛苦 因為自從他老公過世之後呢 一個人獨自要養五個小孩子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偉大 所以這個肉吃在我嘴裡面呢 意義特別不一樣 這個呢 可能是 巧克力 這個熱炒鹽補帶的香料材料 那這個圓圓的是什麼 是舌蛋嗎 公布那邊就爆舌蛋 舌蛋耶 舌蛋 好像在吃這個 小朋友吃的糖果 如果它是咖哩味道的 但口感的很像在吃一顆 一個口香糖 好吃耶 那這個黑黑的是什麼 阿朱花的味道 它很乾 乾炸 欸經過這樣料理之後 什麼都覺得味道很好耶 媽媽那天有沒有覺得自己 已經開始走向很幸福的道路了 這樣 要稍微幸福了 稍微幸福了 對 可以比較穩定了 那信不希望兒子以後 娶一個像媽媽這麼賢慧的 這麼會照顧家裡 哈哈哈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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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害羞了 我不要說 我不要 害羞害羞起來 因為講他好 還要害羞 我們今天來幫我們殺 就謝謝你 稱讚他 他很棒 真的很棒 為了感謝阿姨的招待 想把我特別準備了台灣最有名的泡麵 來和阿姨做個飲食文化上的交流 看著阿姨一家人快樂的吃著泡麵 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 全家人能夠一起生活 一起努力 對他們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吧 這次尋找大蛇庫的結果 雖然無法一睹 數百萬條蛇聚集的壯觀場面 但是看到了人與蜥蜴之間 竟然能像家人一般相處 跟有機會參與蛇王LAP 捕捉水蛇的驚險過程 這些簡卜在人 面對生活所展現的韌性與彈性 著實讓小猫我感到震撼 世界定定